瘋火狼烟是马蹄奔腾触发的警报 匈奴带着力量与速度侵袭汉的边疆 生存的渴望挑战家园的安宁 防御还是进攻 汉武大帝发出强势怒吼 这是石头与铁的碰撞 注定没有最终的胜者 当匈奴人黯然踏上西迁的旅程 在血泊中站立的汉芒潮 开始重新探寻理性与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唤起人们对于速度 力量和硬度的联想 说到这个名字 人们就会想到天边滚雷般的马蹄声 历刃的寒光还有浓浓的血 飞溅到天空中像烟花一般绽放 所以当汉武帝说出他要出兵匈奴的决定时 很多人的身体都抖了一下 他们想 皇帝一定是疯了 汉武帝太年轻了 只有二十三岁 那张年轻的脸还没有经过失败的打磨 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刘邦举行登基大典 定国号为汉 在他的身后 是匍匐在脚下黑压压的群臣 和看不到头的帝国疆域 从沛县起兵到登上帝位 刘邦只用了七年时间 此时 他只剩下唯一的敌人 匈奴 这是一个几乎和大汉帝国同时崛起 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大汉的草原帝国 关于匈奴人的来历 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夏时的熏裕 殷商时的鬼方 西周时的咸云 春秋战国时期的龙 狄等 反复入侵黄河农耕地区的北方民族 统统都是匈奴的前身 这个被中原史书称为匈奴的强大部落 在中国的北方大漠崛起的时间 也是在公元前三世纪 和大汉帝国 罗马共和国几乎不分先后 有兴趣的大家找一张中国的地图 这个普通的地理书上都有的 叫做400毫米等降水线 它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个分界线 因为400毫米降水量 这是一个标志 高于这个量 土地就可以种植庄稼 低于这个量 就种不了庄稼 只能种草 游牧民族首先它受气候的影响特别大 草原上每次气候变化 社会变化 人口变化 不管什么变化 它这内部矛盾最终都会转化为向南去抢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末期 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中原农耕民族 和草原部落文化之间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和碰撞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似乎命中注定 这是历史留给古人们一道巨大的难题 不同的政治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它 秦始皇选择了修筑长城 长城如同一道镶嵌着花边的篱把 分开了农夫和牧人的土地 但它没能阻挡匈奴铁骑 秦始皇没有解决的难题 留给了汉朝的皇帝 对于大汉帝国来说 匈奴是比任何敌人都要凶悍可怕的对手 他们自称是狼的后代 身体里充满狼的基因 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 马背就是他们的家 匈奴人的马走到哪里 版图就扩大到哪里 他们称首领为蝉鱼 蝉鱼的意思就是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 据史记记载 匈奴首领投曼蝉鱼的长子叫做莫独 投曼蝉鱼宠爱的妃子又生了一个儿子 为了废掉莫独改立太子 投曼蝉鱼不惜将莫独送到敌国去当人质 他爹是先送一套儿子 他爹呢 把他送给外族人当人质 想借刀杀人嘛 刚送过去当人质 他爹就发兵去攻击敌人 希望借敌人的手把这个莫独给杀了 结果莫独呢 武功高强 然后呢思维敏捷地跑回来了 跑回来之后 投曼就给了几万人 说你就边上呆着去了 莫独侥幸逃回匈奴之后 父亲投曼让他做了万奇之手 莫独不动声色 开始酝酿复仇仇计划 这个莫独就开始训练自己手下人 他发明了一种东西叫鸣笛 箭头带一个小哨 他告诉手下人 我这箭射到哪儿 你们的箭就跟着射到哪儿 结果最后是 莫独啊 他射自己的战马 鸣笛刷射过去了 好多人就犹豫啊 说这是头领的心爱的马 他是不是射错了 所以很多人就没射 莫独一掌那些没射的人 用鸣笛射杀自己的宝马 莫独借此举重申了纪律 那就是 只要是他射出鸣笛 所有人必须跟随射网同一目标 不射箭者并已战杀 第二次更狠 他射自己的爱妃 自己老婆呀 出来了 听到马蹄说老婆 漂亮的女人出来了 一看老公回来 丈夫回来 下班回来 说你怎么刚回来呀 打个招呼吧 这莫独这鸣笛 唰这一箭奔着这 老婆就去了 见一想处 有人跟着射了 有人心想 这不可能 他亲爱的女人 怎么敢射呢 就有人没射 结果莫独 又把那些没射的给宰了 这下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他射的啥 咱就射的啥 其他事跟咱无关 在莫独的强化训练之下 一支绝对服从他的军队 悄然形成 终于 在一次陪同父亲 投曼缠鱼 出外打猎的途中 莫独等来了下手的机会 他们投曼一起出去打猎 他在后边 投曼在前面 莫独 拈弓搭建一支鸣笛 对头曼 撕一下就射不去了 手下这几千号人 二话不说 万箭齐发 就把投曼给射死了 投曼缠鱼 万箭穿心而死 莫独杀死后母 弟弟 即不服从他的大臣 之后 莫独自立为蝉鱼 在莫独的率领下 匈奴占领了南起阴山 北底贝加尔湖 东达辽河 西域葱岭的广大地区 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 刘邦登基第二年的秋天 匈奴柴鱼莫独率他的草原军团跨过了长城 把胜利的旗帜插在了大汉帝国边疆重镇 禁阳的城头 刘邦坐不住了 他决定给匈奴人一点厉害长长 十几年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派兵征伐匈奴 秦军威震北江 迫使匈奴人向草原深处逃窜 既然匈奴打不过秦军 而秦军又败给了大汉 那么匈奴一定打不过大汉帝国 刘邦被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蛊惑着 于是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偷向晋阳 他忘了 那只是推理 与现实无关 高度很自信 我有这个张良 陈平 萧和寒信 我有几十万大军 我有打败秦始皇 他那个政权的这种丰富的经验 我一定可以 你一个小小草原部落 你有什么呀 不是一群流口吗 他对于这个匈奴的实力 判断严重的失误 所以把大量的步兵给扔在后面 自己带领的这个清骑兵 往前突进 那么突进到了今天山西大同一带 西汉的时候 大同叫做平城 平城在刘邦的记忆当中是个死结 因为在这里 刘邦掉进了草原军团的口袋阵 在这个白灯山 然后忽然之间 一夜之间就冒出四十万匈奴的惊奇兵 把这个白灯山团团围组 刘邦这下子杀掉了 莫独蝉女指挥四十万匈奴大军 截住汉军步兵 将刘邦的兵团围困在白灯山 汉军内无粮草 外无援兵 被包围了整整七天七夜 极寒交迫中 刘邦已是危在旦夕 史书上只说陈品跟在他身边 用了一个阴谋 然后呢派人去说服残余的太太 说这个汉族那边有很多漂亮的美女 然后呢你丈夫一下子 把这个南方这个汉朝的地盘 给吃掉以后 那么多美女出现 你的地位就不保了 然后燕姬就跟这个残余区讲啊 说这个刘邦是汉朝的皇帝 他也是有神灵保护的 你不能这样对待他 据史记记载 刘邦采用陈品的计谋 贿赂匈奴皇后 为其解开包围圈一角 刘邦才勉强脱离险境 逃回长安 这个其实不太可信 作为莫独参与这么一个 有雄才大略的人 他听了这么一番话 就把刘邦给放走了 其实不太可信的 刘邦可能是屈服了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莫独的确是一个 有远见的人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民族特性 是不适合进入农耕地带的 还不如就是利用这个已经屈服的汉朝皇帝 让他回去继续统治那 然后每年给我好处 给我朝贡 刘邦就趁这个机会就逃回来了 刘邦的一生曾经经历过无数次仓皇逃窜 在每一次赔光老本后 他都能收拾残军 卷土重来 唯独这一次 比起当年红门燕的死里逃生 白灯之为更加令他感到后怕 从此 只要一想到草原的地平线上 浮起来黑压压的凶龙骑兵 刘邦就倒然没了底气 变法不强 古老的秦国在改革中成为东方霸主 狼烟四起 匈奴侵袭家园 大汉帝国发出强势怒 意志合约终止冲突 宋王朝如何破解战争与和平编织的迷局 远阳海外的超级工程终究结束 明朝降下了最后的船帆 美梦被枪套声惊醒 变革者们开启自救自强的旅程 草原上飞过的鸣笛 加带着风的声音 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和声 成为匈奴给汉军奏响的晚歌 的确没有人能阻挡匈奴人 匈奴人对中原人的战斗特点是什么呢 叫做一狼出千羊走 他说中原人就是一群羊 我们草原的人就是一头狼 我们除了能吓他们一圈人 他对谁他都能吓狠手 这种狠劲啊 是无边界的 无限制的 他是好杀的 他不以杀为耻 不以杀为恶 他觉得杀很正常 每当长城上的汉军士兵 看见被狂风吹得起伏不定的草间后面 匈奴骑兵的影子露出来时 他们会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脖子 没有人知道 不久之后 自己的脑袋是否会成为匈奴马上绚丽的事物 所以中原民族对草原民族的印象 与其说是恐惧 不如说是震惊 恐是有准备 它发生了 你害怕 今是你没准备 它发生了 你都来不及害怕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草原人挥舞着大刀 马上挂着头皮 然后抡着大刀就来砍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都傻了 从父辈们 一遍一遍地讲述中 汉武帝准确地知道了平城之战的每个细节 战士们绝望的嚎叫 会在每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 抵达宫殿的深处 那是从兴武高原吹过来的风 夹杂着冰雪的寒气和独家一般的优夜 很多年中 汉武帝没有踏实地睡过 令汉高祖刘邦心惊胆战的白登山之围 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中 一千多年后 成为了一块仿汉石碑 静静地处立在大同郊区的山上 司马迁的文字是温和的 他没有描述这位西汉帝王落魄的细节 甚至没有直接说明这场战斗的结果 但是在结尾 司马迁提到了和亲一事 平城之战后 刘邦就再没有动过征服匈奴的心思 面对匈奴人的不断挑衅 他的回应措施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帝国的公主 尽献给匈奴蝉鱼 这是刘邦与莫独蝉鱼的第一次和亲 也是世界上以女人换和平的最初蓝本 刘邦死后 文帝和景帝都按先皇的既定方针 乖乖地把帝国的财物和女人 尽献给匈奴 连吕后这样强势的女人 面对莫独蝉鱼的侮辱 也只能卑辞求和 莫独给刘邦的遗孙女太后 发来一封国书 意思是说我没了妻子 你死了丈夫 两人都不快乐 不如咱们俩结为夫妻 共享快乐 这其实是对汉朝统治者的一个羞辱 吕之最后是忍下来了这口气 背词驱礼 然后说我这个老太婆了 对吧 你对我也没有兴趣 然后我们最近也挺守规矩的 也没有得罪你们 所以也不要用这么强硬的态度 对付我们了 我这儿呢 有些礼物 你收下吧 回到这么一封信 长城给大汉王朝 铸了一条安全的篱笆 也像紧箍咒 套在他们的头上 对于这一切 汉武帝并不甘心 汉武帝掌权的时候 年纪比较小 家里边有窦太后 王皇后 有外戚 有诸侯王 再加上各种势力 各种利益集团 他等于说一直被压抑 一直被压制 一个英姿勃发 那个壮志凌云的少年人 在皇帝量的高位上 一直被人压着 他心里就一直憋着不气 我们把这种现象 称为叫弹簧现象 你看这弹簧 你要压他压得紧了之后 他将来弹的 就会弹得比较大 汉武帝就属于 他一直被压抑 他就下决心 等我掌权之后 我一定要 另起炉灶 做一番大事 从汉武帝 出生前两年到即位 十八年间 匈奴五次大规模入侵 汉兄和亲四次 这被汉武帝视为耻辱 他立下大致 发誓要伐灭匈奴 在专制时代 一位皇帝的性格 一位皇帝的性格 就是一个王朝的性格 汉武帝 正在把他血肉与石头相混合的性格 变成大汉王朝的性格 匈奴是他心头的一块病 只有战争能够治好他 公元前一百四十年 几个被俘虏的匈奴士兵 带来一个关键信息 匈奴攻破西域粤之国 杀死了粤之国国王 将他的头盖骨 用为饮酒器具 这是对陋兹 这个民族的一个极大的羞辱 然后这个匈奴 祥人给汉武帝提供了 这样一个信息以后 汉武帝他就脑袋里面 就有一个蓝图 战略蓝图 陋兹往西迁了 然后汉朝是在东边 就像东西夹击 用汉武帝的话讲 是断匈奴之右臂 为了实现联合大跃之 攻击匈奴的战略计划 汉武帝决定 派遣一名使者前往大跃之 张谦接受了这个使命 一踏出国门 进入匈奴的地狱 因为匈奴地盘很大 早漏资先得穿过匈奴这个地盘 就被匈奴能给扣住了 而且一扣是十年 宫殿里的汉武帝 等待着张谦的归来 他没有想到 张谦一行人 已全部成了匈奴人的俘虏 广袤的大漠 带不回张谦的支言片语 汉武帝遭遇了最初的挫折 联合大跃之攻打匈奴的计划 被迫搁浅